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 大随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希望下年疫情就快点过去 未有疫苗的时候 大家担心不知何时才有疫苗 有了疫苗的话 又担心下来疫苗会不会有很大副葬呢 最近很多人问的是 我身体已经弱了 有长期病患 或者有一些抵抗力弱了的问题 例如有些人有自我免疫系统的病 例如鲁蚂囊疮症 这些病 或者有些人用类固醇做化疗 抵抗力本身都差了 那打抗风险大不大呢 今天我们就尝试解答 这些关于新冠肺炎疫苗的问题 首先大家要知道 在做这些疫苗研究的时候 尤其是在做第三期 其实就是排除了一些有些特别的病 比如说抵抗力特弱的 有些自我免疫系统的病 不是说这些情况不重要 而是在研究疫苗的过程里面 我们首先想知道 疫苗在正常健康的人身上 那个作用是怎样的 那个副作用是怎样的 然后才去再了解 在一些特定的群组 比如有刚才那些病的人 在抵抗力弱的人身上 疫苗的效果是怎样的 就是说我们很难 未学走才学走 但是如果你担心 有一些一般的慢性病 比如说有乳膏 糖尿病有三高 这些东西 在做疫苗研究的时候 已经包括了这些人 暂时来看 疫苗的效果在这些人身上 仍然都相当不错 所以如果你只不过有 血压膏、糖尿等问题 打疫苗是绝对没问题的 打好过不打 因为研究显示 如果你有这些慢性病 真是患了新冠肺炎 风险就比较大 至于真的有一些自我免疫系统的病 正在用着肺炎 或者正在做化疗的人 这方面的数据 通常要留待 我们叫做第四期的研究数据 即是说post marketing 即是说疫苗已经推出 之后 就一直我们会收集数据 究竟这些疫苗 在有慢性病 有自我免疫系统的病的人身上 通常效果是怎样 我们才有这方面的数字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这些人因为免疫系统 功能就不太好 打了疫苗之后 保护效果通常就不太好 比如像这些mRNA的疫苗 下下有效的机会率 达到95% 那你会预计 所以如果真的 那些人有病例免疫系统 会差一点的 相信他打了疫苗之后 保护效果是没有那么高的 但是呢 就因为始终有慢性病的人 患了covid的话 危险性会高了 所以一般相信 就打了针 就算他没有说95%也好 有些保护呢 总比完全没有保护的 所以一般现在来说的想法 都是觉得 即使你有这些病 抵抗力弱一些 都建议 是打covid-19的预防针 会比没有打好一些 那当然呢 这方面呢 就是你可以 在打预防针之前 和你的医生去商量好 一来呢 就是个人的情况有些不同 二来呢 这些指引 就随着我们知道的资料 多了呢 就可能随时会变的 到你打针的时候呢 可能有最新的指引 那当然你要问回你的医生 那就最安全了 那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 当很多人呢 有这些这样的 自我免疫系统的病啊 或者做一些治疗啊 吃一些药 令到抵抗你药的话呢 很多时候担心 你就打了这些 新冠肺炎疫苗之后呢 就里面那些菌呢 就会感染到自己 那反而呢 就会令到自己 有这个新冠肺炎 就有些 比如在喂人奶的妈妈啊 或者孕妇啊 也都担心呢 啊 我就是怀孕期间 或者喂人奶的时候呢 打了这些 那些菌呢 入了身体感染BB 就有大件事了 那这样呢 那这样呢 那以现在我们 就是最常使用的 MRNA疫苗 就是Pfizer Biotech那种 和这个Mondana 这两种 那样计啊 打了针之后 会感染这个新冠肺炎 或者呢 会感染BB 的机会呢 几乎可以说呢 是等于零的 那这个原因呢 就其实都很简单的 那就因为呢 大家要知道呢 疫苗呢 就是有分好几种的 那我之前的影片都说过了 那第一样东西呢 就是传统的 我们叫做 减活疫苗 那叫做 life attenuated vaccine 那就是说 那这个疫苗呢 本身呢 其实呢 里面是真的有病毒在那 那个病毒呢 不过呢 就弄到它弱了 那没有办法引起那病 那或者它等于 睡了觉 睡了啊 那这样的意思 那但是呢 就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 如果你真的有些病呢 令到你抵抗力弱一点的话呢 都有机会呢 就引起那个病的 那另外一种的疫苗呢 也是传统的疫苗 就是我们叫做 灭活疫苗 叫做inactivated vaccine inactivated vaccine inactivated vaccine呢 就里面的病毒呢 是有病毒的 不过呢 那个病毒呢 就已经死了了 就好像这种病毒 一个骷髅骨那样 那死了的病毒呢 当然呢 也都没什么可能呢 会引起那个病本身的 那即使你抵抗力弱呢 那应该都不会有问题的 那至于 现在的mRNA疫苗呢 就更加不会了 原因呢 就因为mRNA疫苗呢 里面呢 其实呢 就完全没有病毒的 甚至没有病毒的碎片 那就是说呢 它里面呢 只不过就是一条的mRNA 那就是一个的信使 核糖核酸的分子 那样东西呢 就完全没有机会感染人 那更加不要说 我说到引起这个新冠肺炎 那样了 那所以呢 如果大家是担心 那因为你抵抗力弱点 因为你怀孕啊 为人啊 担心感染BB 打了这些mRNA疫苗 即是辉瑞 或者这个mRNA疫苗 或者这个mRNA疫苗 怕会有问题 会受感染的话呢 那这样你呢 那你呢 那你才决定打呢 那就不会后悔了 好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先啦 那请你呢 就留言 点赞订阅 订阅的时候呢 就记住呢 按下个钟仔 简选全部 那你就会收到 我们最新的影片的了 那多谢大家收看 2021年再见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